大家好,现在是2024年7月10号 欢迎大家回到现实人生,回到现实世界 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法国输了 那个法国输给西班牙了 真的是好消息,因为法国是得罪纯世界的球迷 得罪纯世界的观众,也得罪现场买票的观众 然后今天晚上,希望英格兰也是输掉 因为英格兰也是得罪纯世界的观众 得罪所有看电视的观众,得罪所有买门票进场的观众 这个英国跟法国踢球实在是太过分了 绝对不可以给他们拿冠军 希望英格兰输给荷兰,荷兰进决赛 讲起荷兰,大家一定是很好笑吧 是不是? 大家真的是准备去荷兰了 我跟你讲 安华的政权就是到这一届罢了 他接下来,他全国大选可以两年半 三年还是三年半之后,一定是全国大选了 到时候,安华肯定没有做首相了 他是肯定完蛋了 因为安华严重忽略了一个问题 所以本篇希望安华本人听到 现在已经超过一年半要两年了 安华没有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栽培自己的人才 因为你要长长久久的执政 你的手下是很重要的 一个人能不能成功纯看手下 武则天和范冰冰 一个女的 他怎样能够成为武则天? 女的怎样做皇帝? 因为他手下有四大酷吏 最出名就是莱俊成和周星 他那四大酷吏 把所有的那些反对的人 全部清理到干干净净 然后这个三国你就知道 孙存平 他做领战动 他爸爸跟哥哥打了 他凭什么? 他凭他的人才 他有周瑜、鲁树、无下阿蒙 然后后来有陆逊 然后后来有诸葛亮、哥哥、诸葛景 全部会应用人才 然后曹操就不用讲了 曹操的阵营 你要列人才 那个武将随随便列十个 随随便便就十个二十个了 文的 寻遇 寻幽 然后国家 随随便便 曹操就是靠人才打江山的 刘备不用讲了 武虎将 武虎将 他的两个弟弟光与张飞 然后赵云 然后马超 还有老将还中 后来又多了一个魏妍 然后那个文的 有诸葛亮 有法证 那些全部全部靠你的手下 你要成就一个伟大的事业 特别是政治的 你全部全部都得靠手下 没有手下你一个人 你是做不上去的 所以呢 安华呢 他下一届大选呢 他输了之后呢 对我们全部华人来讲呢 我们很可能是去荷兰啊 因为我们知道一定是国门赢的嘛 国门执政的嘛 因为没有办法啊 安华 现在他的两个 得力助手 他的公正党的两个 他的两个手下 安华的左手右手 他的左青龙右白虎 你们看他现在叫什么水平啊 然后那个 火箭 因为火箭不能够成为什么嘛 看看今天的路照夫 上去不接下去 又地中海了 路照夫不知道呢 能不能到99岁啊 那个老马今天99岁生日啊 所以呢 真的是 看起来呢 他们已经没有人才出来了 所以呢 这一届的团结政府呢 基本上呢 就是一届为止 所以大家要为两三年后呢 做好准备啊 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当然呢 还有两三年的时间呢 还可以去调整 不非呢 安华呢 看见了这个问题呢 把这些所谓的庸裁呢 跟他换掉 你看昨天呢 那内政部长呢 他突然间宣布一个东西呢 他讲说呢 警察局呢 晚上10点 要关大门 关篱笆门 啊 马上成为全世界的头条笑话 啊 整个马来西亚的人在那边笑啊 啊 成为马来西亚呢 又一个经典笑话 人们永远都忘不了这个笑话 那当然很多人赶紧出来解释 赶紧出来洗地洗白 他在那边说 还可以报案 可以报案 你可以报案 不是重点 重点不在于10点之后 还是可以报案 而是在于呢 讲出这句话的人呢 他什么水平 他什么智力 他还适合做内政部长吗 他还适合成为安华的左右手吗 啊 一个这样的左右手呢 啊 你是安华 你是 站在身边捣米的是吗 啊 他会帮你做事情啊 啊 他不害你就好了 现在又给你 又给他这样子害一旦呢 使到这个 团结政府呢 也成为呢 像后门政府这样的 天天搞笑的政府 所以有些人讲 你这么你一个讲政治的 天天讲搞笑 搞笑的不是我 是这些政客吗 啊 政客做的东西 这样搞笑 你难道我要很严肃的 跟大家讲卖 啊 啊 所以这个 现在呢 就好像那个邮站这样子 啊 很多人不明白 你邮站呢 你过了10点呢 啊 现在从不讲过10点吧 过了10点呢 去邮站呢 他的便利店是关了 不给你进了的 啊 但是他counter还有人坐在那边 啊 你要用cash去打油 可以 其实是可以买东西的 你跟他讲 啊 啊 他等下他就走进去后面跟你拿一个 啊 啊 啊 他就进去呢 自己拿一个出来 啊 其实还是可以买东西 只是他那个门呢 真的是锁住了 不给你进去的 还是可以打油 所以呢 警察局也是这样子的 还是可以报案 但是呢 他里巴门呢 真的是跟你啊 啊 关注锁住了 所以呢 真的是很糟糕啊 啊 因为马来西亚有两个部门呢 是不可以关门 一定要坐24小时的嘛 就是警察局跟医院嘛 啊 不然的话呢 哇 你最怕是那个车祸 你车祸 啊 啊 所以呢 真的是给人家笑啊 啊 真的是给人家笑啊 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新闻吧 所以 安华呢 不想带我们去荷兰呢 啊 他要保住下一届的政权呢 他公正党的这两个庸裁呢 他要马上呢 去处理 啊 这个formula部长是不行了咯 他整天只会双formula罢了 啊 他只会做一件事情呢 就是把那个汽油呢 涨价 他就等着弄95 就等着看他什么都取消罢了 那内政部长啊 昨天也 暴露了咯 所以更加重点不是在于呢 他 十点关门还在报案 而是在于你这个内政部长的水平 你身为安华重要的左右手的水平 所以这个公正党呢 是完蛋了 啊 所以那天是公正党 对回家党 是不用打的 就是完蛋嘛 好像上次土团党 对火箭也是不用打的嘛 土团党也是一帮庸裁 一帮废物嘛 他跟火箭也是不用打的 那次公正党去跟 跟那个伊党也是不用打的 那也是完全比不上的 啊 因为公正党的水平就这样子啊 所以西蒙是很危险的 啊 还有西蒙还有个党呢 是存在感很低的 啊 你们只拼到马萨布 但是不知道存那个存进党 啊 现在的卫生部长呢 是什么党呢 也没有人知道的 他卫生现在的卫生部长 就是存进党的 啊 他的党呢 真的是低调到啊 完全没有存在感啊 啊 至于西蒙还有一个党呢 完全没有人知道 那个是什么党来的 啊 所以人家西蒙呢 只看到火箭 火箭还可以啊 火箭存在感 存在感太高了 啊 然后公正党呢 就这个水平了啊 所以呢 安华呢 你要保住政权呢 接下来呢 他要栽培呢 很强的左右手啊 要像武浙天这样子啊 有什么四大库立啊 你要像刘备啊 要像曹操啊 要像那个孙权啊 这样子 栽培一大群的人才呢 才能够保住你的政权嘛 所以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安华 就是这两个是不行了嘛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所以大家好好评论一下 好好证论一下 安华呢 是不是呢 应该换掉这两个 因为他这左右手呢 你又很难什么他 你可以把它降级啊 一个不再当任经济部长 一个不再当任内政部长 把它换掉 然后呢 栽培呢 真正可以帮助他 真正可以为国家做事 第二是可以帮助他 保住政权的那个人 而不是这些呢 不行了 不行了 是不是 所以他昨天讲出这个东西之后呢 成为举世笑话 永远写在历史里面 永远写在马来西亚的那个耳鲁柱上面 永远摸不掉这句话的 以后医院也是关门啊 以后医院也是10点以后关门 但是绷帮没人去的嘛 绷帮是打电话去他出来的嘛 所以呢 是不是变成笑话 现在你在那些哈哈妹妹啊 那些什么妹妹2.0 你就一直看到这个笑话了 现在每个人都讲 本公司10点关门 等下那个 戏院就来抽水给你看了 本戏院10点也关门了 大家就来抽水给你看了 讲起来又好气好笑又好玩啊 因为对警察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看,非常非常丢脸的事情 所以人家就说警察是不是要请一个加尬,穿白衣的加尬在门口呢? 现在总警长讲很清楚了,在那些偏僻两个警员的那个,他真的是实验关起大门 然后呢,现在一直澄清,一直洗白,洗白没有用嘛 重点不在于还是能不能报案,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你内政部长 是不是我讲了很多次了,你还是可以去报案的,还是会给你进去的 所以那个PJ,昨天人家就看,警察局是真的关起大门 接下来他会有警察站在那边呢,这里他要开始什么了 所以真的是做到这样子啊 所以你建议呢,警方呢,要多引用的那个高科技嘛 好像我在那个中国机场呢,你们有在中国机场,你们一进来 你们就知道啊,有防爆检测吗? 你不可以进去先的,你要先过他的防爆 他在门口呢,他会挡住你,他进行了防爆 防什么爆呢?防止你带那个爆炸物进来 哇,马来西亚机场没有这个的,很危险的啊 马来西亚机场你大摇大摆走进去,没有防爆检测的啊 真的发生事情呢,也不知道啊,所以警察局呢,门口呢,应该做这个嘛 其实你做了一个防爆检测呢,你就不怕人家进来了嘛 再来呢,那个美国的学校呢,从中学,有些小学就开始了 他叫,你看学生拿着书包呢,很不要过这个安检的 我们机场这种安检,那个叫Metal Detector 看谁有带家伙进来,美国我们知道吗? 学生不爽不爽就带东西进去,哇,然后就够力够力了,是不是? 啊,那个小学的也是,啊,他进去学校读书的时候呢 全部要过这个门了,啊,所以很简单的 你警察局前面装一个嘛,这个Metal Detector嘛 那学生拿大学也是这样子,学生进来呢 全部你要用科技呢,去克服嘛 不然你就放CCTV呢,直接放门口嘛 看清清楚楚进来的人是什么人呢? 而不是呢,讲一句呢,鸵鸟政策 警察局把门关起来 非常非常的鸵鸟啊 讲到真的是,变成这个笑话 你要想办法用科技呢,去克服嘛 然后,另外一个呢,好助手 公正党老二,公正党属里主席 现在呢,他就变成呢,叫做FORMULA部长 这个是完全不能够的 啊,所以第一次给他去打那个平成那个 苏安巴卡补损的,啊,你看 啊,输到这么惨,所以那个 阿克马就来问他,你到底怎样算FORMULA的啊 啊,算到呢,输到这样惨,是不是? 所以你看,他一领军呢,打第一场战呢 就灰头土脸,啊,所以这样的人呢 怎样还能够用?啊,诸葛亮 灰类斩马术,啊,诸葛亮多么喜欢那个 那个马梁的弟弟马术,没有办法 啊,整场整场败战给你,马术一个人害到输了 啊,也是要拖出去斩,啊,军法处置,啊,所以这个 这个FORMULA部长呢,几时军法处置 你今天再不跟他军法处置呢,他就来取呢 黄色的油,所以有时候这个 那个油起价的东西呢,有时候不要怪安法太多 而是他身边的这个小人呢,一直在那边 一直在那边讲,他一直算FORMULA给安法看 看到安法呢,没办法,那个柴油拿来 啊,结果呢,搞到现在呢,这样子 啊,接下来呢,他又一直算FORMULA,算一下又给安法看 他说这个黄油呢,现在要搞的 啊,改革是好事,但是你 在人民的收入还不够稳,人民不够强的时候呢 人民现在,现在很多嘛,大部分水生活的那些 啊,人民的收入不够多的时候,你去改呢 真的是对人民呢,一个很大很大的伤害 所以他只是会想这个东西 啊,所以呢,真的是安法呢,要清军测啊 所以以前时常时常有那个清军测嘛 他认为皇帝身边都是奸臣 啊,所以要把这个奸臣呢,除掉,要做清军测 所以安法呢,有时候做了很多错的那个决定呢 很可能就是他身边的两大庸裁 啊,奸臣还不至于啦,这两个真的是不行啦 啊,这两个呢,害到安法呢,他下一次是没有做的 啊,现在formular不打,你不可以讲他哦 你讲他,他骂回你哦 啊,现在所有人都劝他 哎哟,你是公正党老二啊,拿错一点老二的样子啊 你也是安法的继承人啊,你要保持谦卑啊,你不可以这样子啊 啊,因为安法呢,年纪也蛮大了 啊,任何任何的三长两短呢 你拉菲兹要继承啊,拉菲兹要做首相啊 啊,各位啊,哈蒂阿万做首相比较可怕 大家呢,大家想一下,啊,听听大家的意见啊 啊,是不是 这个火箭呢,哇,今天很糟糕啊,这个 差一点点呢,啊,那个medica呢,要进来了 差一点点呢,要抬出去呢 啊,大家今天赶时间赶到火箭呢,善气不气下去 然后看见他身体身材肥肥 啊,还有地中海,啊,地中海到这样严重 也是非常非常不健康,拉菲兹也是地中海嘛 啊,所以他们其实,他们呢,其实是很用心做事情 他们呢,你看做到地中海,拉菲兹地中海 啊,那个Antoni Locke也是地中海 啊,差一点今天要断气了 啊,他们是有做事情,但是他们的 那个能力呢,就去掉,这样子罢了 啊,所以你看,火箭呢,也是很危险啊 但是我们都知道嘛,火箭呢 不能够呢,上位的嘛,火箭一上位呢 啊,人家就不爽嘛,对不对 各位观众朋友,啊,现在回到这个主题呢 啊,拥有两个这么,这种水平的那个手架呢 啊,这个安环呢,将来怎么办呢 啊,不然,你不影响人民还好 好像这个拉菲兹呢,把人民呢,影响到啊 多长啊,啊,所以呢,各位观众朋友呢 大家对于安华身边的两个人呢 有什么意见呢,真的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欢迎大家留言,安华是不是应该清军策呢 把这两个换掉呢,然后呢,好好的 再赔这个人才,啊,还有两三年 安华要保住政权,他想继续做的话呢 他马上要找那个人才,啊,马上找真正 真正优秀厉害的人才呢,在身边呢 要多几个呢,他才能够呢,保住呢 这个政权,因为我们知道嘛 安华两三年后的全国大损,他一输呢 啊,就准备去荷兰了咯 今天晚上欧洲被荷兰了,啊,大家准备去荷兰了咯 啊,就是那个伊党执政的啦,啊,就是哈蒂阿万做首相啦 啊,所以呢,你们觉得是拉菲兹做首相比较可怕呢 还是哈蒂阿万做首相比较可怕 真的是听听大家的意见啊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我们下回见